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1月4号的周末专辑 我是李奕华 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 除了国际新闻之外 将继续播出《走进美国单元》 欢迎您继续收看 中国官方媒体称 旧金山中国总领事馆 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捕 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 星期六发布微博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表示 嫌犯人已经落网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在下个星期一 介绍具体的情况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表示 已经接到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的通知 但没有嫌疑人相关的具体信息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 在星期五的例行简报会上表示 旧金山警察局已经为中国总领馆 提供了全天候24小时的保安措施 但美国国务院没有提供保安措施的细节 1月1号晚间发生的这起纵火案 造成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正门严重损毁 但没有人员伤亡 有迹象显示 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已经在星期五 成功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城市费卢捷 身穿黑衣的武装分子 在当地政府大楼外面挂起了他们的旗帜 并且宣称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目击者说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家这一组织下属的叙尼派武装分子 星期五晚间将费卢捷市区里的电线都切断了 并且勒令当地居民不要使用备用的发电机 不过费卢捷当地警方负责人伊萨维表示 武装分子对外界宣称的已经成功占领费卢捷的说法并不属实 伊萨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 他手下的战斗人员目前已经撤到了费卢捷以北的地区 目的是要准备和上述的武装分子决战 然而费卢捷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人对华盛顿邮报表示 警方和其他官方下属的部队其实已经弃城而去 而且基地组织已经将所有的伊拉克国旗都复之一具 伊拉克西部地区的战事进程以及结果 对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是否有能力将各方势力成功整合 以及是否有能力不让伊拉克陷入全面内战的局面 可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了在冬季奥运会主办城市 索契举行的示威抗议的禁令 克里姆林宫星期六发布消息 允许在索契举行示威抗议 不过还是必须要先经过俄罗斯官方的批准 普京去年下令禁止在今年1月7号到3月21号这段期间 在索契举行任何的示威抗议 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 另一方面 柬埔寨警方在星期六强势迫使在首都金边抗议的人士 离开之前已经安营扎债的抗议地点 并且禁止任何针对现任总理洪森的进一步抗议示威活动 在手拿棍棒的柬埔寨警方人员驱逐之下 数百名抗议人士被迫逃离之前在金边的自由公园里设立的抗议地点 金边市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 以社会治安为由禁止使用市区内的公园以及其他场所进行抗议 也禁止民众在市内的街道举行游行活动 之前反对派曾经计划要从星期天开始 举行一个连续三天的抗议活动 金边市政府这一声明发布之后 反对派的游行抗议活动是否还能如期进行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就在柬埔寨警方将抗议人士从自由公园驱逐出去之前一天 警方还针对罢工的服装产业人员开了枪 并且导致至少四人丧生 埃及当局说 警察星期五驱散各地支持慕兄会的抗议者 至少有13人死亡 这些抗议者要求恢复去年7月被赶下台的穆尔西总统的职务 目击者说 在开罗 伊斯梅利亚 亚历山德里亚和吉萨等地 警察迅速到场 驱散示威者 当局早些时候警告说 他们不会容忍穆斯林兄弟会的进一步抗议活动 埃及政府上个月把慕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 埃及卫生部长说 五名死者都是在开罗死亡的 但是他没有说他们是警察 还是示威者或旁观者 根据报道 有120多人被捕 军队支持的政府把慕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以来 以这个为理由 拘留了数百名慕兄会的支持者 另外有几千人已经被监禁了几个月 其中包括慕兄会的高层人物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卿克里继续与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当局的领导人举行会谈 希望以巴双方尽快就一项和平框架协议达成一致 克里星期五和以色列外长利伯曼会谈之后 前往约旦河西安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会谈 克里表示 一项框架协议可以缩小以巴双方的分歧 并且为永久解决谈判提供指引 克里星期四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克里国务卿表示 虽然一项框架协议与他最初希望在四月之前 达成一项全民和平协议的目标存在距离 但这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在克里出访之际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相互指责对方 破坏旨在结束数十年冲突的努力 自去年三月以来 这是克里第十次访问中东 另一方面 美国东北部地区刚刚经历了新年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根据官方统计 这场大雪至少造成11人死亡 并给东北部地区的居民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 目前雪虽然已经停了 但是气温仍然非常低 再加上刮风 美国东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气温 目前已经低到摄氏零下20度 波士顿地区这次遭遇的风雪袭击最为严重 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厚 有些地方几乎达到两尺 另外美国中西部靠近北部的地区 目前也处在严冬状态 有一些城镇 气温低达摄氏零下41度 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内 有数以千计的飞机航班 由于大雪而被迫取消 纽约和新泽西两个州的州长 都宣入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新闻最后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星期六发表声明表示 在营救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科考船的中国破冰船 雪龙号船长向澳大利亚方面表示 目前没有安全上的问题 同时也不需要援助 澳大利亚方面的南极号 已经在星期六早上启程返回澳大利亚位于南极的基地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星期六发出的声明 还陈述了雪龙号曾经在星期六早上试图破冰 但是没有成功 依然处于被困的状态 不过声明说 雪龙号和俄罗斯的绍卡利斯基院士号的船长 都一致向澳大利亚方面表示 两艘船之间可以彼此关照 而且还有充足的补给 不过不需要澳大利亚的南极号继续停留在附近 澳方表示 因此决定将南极号撤出该水域 但是海事安全局下属的救援协作部门将继续和雪龙号保持联系 好的 以上就是VOA卫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稍后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 请您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美国自由且个人化的教育环境 吸引了很多外国学生来到这里受教育 而且来的学生年纪有越来越小的趋势 许多的私立美国中学并没有宿舍来服务这些外国学生 因此寄宿家庭就成了这些小留学生解决时速的地方 接下来请看走进美国节目制作的 小留学生的美国高中与寄宿家庭生活专题系列报道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路易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的一份报告 2012年从中国到美国求学的留学生人数增长了23% 其中来美国念大学本科的人数增长 要多于来美国念研究生的人数增长 来美国求学的学生年纪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今天走进美国带您走进一所美国的私立中学 看看这些从中国来美国求学的小留学生们是如何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 美国维吉尼亚州维也纳市的费尔法克斯基督教学校 是一所提供从幼稚园到高中教育的私立学校 全校约250名的学生中 大约有80名的国际学生 其中50名来自中国大陆 乔托本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我们一直是额满的状态 我们试着保持三分之一的国际学生 三分之二的美国学生的比例 我们招生地区是华盛顿特区 这里比较不一样 这里的人口非常国际化 一部分的国际学生是因为父母在国外工作的关系 来到这里念高中 而大部分的中国小留学生则是自己选择出国念书 目的就是为了进入一所理想的美国大学 我想如果一个中国学生想在中国读大学 那他最好待在中国 但如果一个中国学生想来美国念大学 那他最好先来美国念高中 如果一个国际学生证明自己可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 那他们就有更好的机会进入比较好的美国大学 乔托本的逻辑反映了许多中国父母与学生的想法 16岁的沈子杰去年9月份来美国就读10年级 想为了在这边上高中 然后为了考大学考好的美国大学吧 19岁的叶迪与18岁的胡家伟 都是抱着上个好大学的想法而来的 我觉得美国的教育比较好 所以我就来了 早上来的学校下午两点半就放学了 到家就差不多三点多 所以你有很大一部分的空余时间给你自己安排 所以如果你要考到一个好大学呢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 除了来年高中的学生之外 今年11岁还在北大副小就读的袁宿斌 也在父母的陪伴下准备漂洋过海 来这儿打下根基 我觉得这个学校挺好的 你喜欢它哪些地方 很多有的是那个 他们学校的那个下午的课是自雄的 还有呢 他们学校一共有一百多摩 一共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他们学校的每一个年级的 都是几乎都一对几 而美国本地学生对于来自国外的小留学生 接纳的程度又是如何呢 我很喜欢 因为我可以认识来自不同文化的同学 我喜欢跟他们互动 了解他们的文化 同时也教他们我们的文化 我们会一起做科学项目 也会一起玩美式足球或踢足球 小班制与个人化的教学方式 是美国教育吸引人的地方 然而来美国念书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受教育层面的改变 对小留学生而言 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是十一住行生活上的彻底变化 尤其是像中国 小留学生更容易拿到签证 如果他们不与亲戚们住在一起 美国国务院要确定他们没有移民美国的倾向 所以他们通常会选择没有亲戚的区域就读 在这种情形之下 寄宿家庭就在小留学生的生活上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寄宿家庭的人都挺招呼你的 然后就会经常问你 这方面怎么样 那方面怎么样 选家庭的话 一定要看他们人吧 他们人好的话就住 不好的话就换 戴尔及派翠西亚 萨瑟兰 一家作为寄宿家庭 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曾经接待过四位中国的小留学生 他们目前是汪金以及叶迪的住宿家庭 住宿家庭是学生的监护人 我是付出感情来照顾他们的 因为他们在这里没有其他的亲戚 我负责他们的日常所需 做晚饭 确定他们中午有待午餐盒 你知道你必须照顾他们 他们就像你的女儿一般 戴尔是位警察 同事也在教堂担任牧师 妻子派翠西亚则在教堂帮忙 他们的三个女儿 有两位已经成家了 家中空出来的房间 就用来接待小留学生 我们带他们四处认识环境 叫他们学校教学以外的英文字 就是比较口语化的英语 所以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 我也提议带他们去教堂 也带他们去超市 餐厅 试着让他们了解这个地区 及我们的文化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技术生在戴尔家庭的生活情形 是怎样的 你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可不可以带我参观一下你的房间 当然 欢迎来到我的家 这里是我们这边的客厅 然后平时我们可以在这边看电影 或者读杂志 看书什么的 这是我的朋友Ivy 她这个周末来我们家 跟我们一起玩 往这边来 这边是我们这边的厨房 然后平时我们如果就是想家了 我们可以去超市 就中国超市买些水饺 然后买些中国的食材 然后自己做 然后这里是我们主要写作业的地方 都在这里 食物是小留学生来美国 最难适应的部分 所以汪金有空就宁愿 自己准备中式的食物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都是阿姨帮我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我也就是也不知道累不累吧 因为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然后想吃什么就说我想吃什么 她也会给你送来 然后我本来就是以为 只是我张张嘴就可以 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嘛 现在都要一件件自己去做 对 你刷好了对不对 对 刷好了然后放在这里 然后就是等它满了之后就消毒 就开始 食物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我们吃的不一样 他们对美国人吃的感到很惊讶 也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吃 萨斯兰一家对寄宿学生的照顾 非常周刀 但是根据小留学生们的经验 并不是每个人与寄宿家庭之间的相处 都是那么的融洽 我的第一个寄宿家庭是一对美国的老夫妻 他们有什么毛病呢 就是他们管你管得非常 就是管我管得很多 就是他们每天晚上十点断网 晚上我想打电话 就是通过网络工具跟我那个爸爸聊天 然后就是没有允许到 然后他还局限我周末出去的时间 我是有换过住家 我上一个住家 他们就是出门什么都不会跟你说 就是也不会带你 也从来不会带你去哪里玩 然后去年待了一年就完全在家 就如果说出门必须要自己打地 但是美国打地真的是开销有点大 就是我们想要吃的 他不会去买 不会特意去买 有可能因为这临时 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 我想家长们应该调查清楚 知道小孩将和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 因为基本上 你将你的孩子交给了另一个家庭去抚养 上帝将孩子赐予我们 所以孩子应该是我们终极的责任 所以我会非常小心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 国际学生在2012年对美国的经济 做出了超过227亿美元的贡献 这个数字在未来还会持续增加 如果美国开放式的教育 是家长与孩子共同的选择 那么选择一个适合的寄宿家庭 将对小留学生的美国生活以及未来 起到关键性的帮助 以上是走近美国记者 刘安明 陆毅 为您所做的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国有很多学生向往留学的生活 但是留学生活通常意味着独立自理的生活 除了外语能力之外 做饭 开车 修车等技术 都是能让留学生在国外省钱 甚至求生存的必备技能 接下来的走进美国节目将带您继续去了解 我们的留学生有什么样的留学生求生秘迹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悉尼 当留学生们走出国门 踏上留学之路那一刻 一切都得开始靠自己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每一件都跟吃有关 这些在异国他乡自力更生的留学生们 是如何解决温饱问题 他们又都修炼出了什么样的生存技能 才能再应付课业之余 还能填饱肚子呢 今天走进美国将为您介绍一系列的留学生拿手菜 做饭好比是外语能力一样 可以说是留学生出国的求生秘迹之一 在文化大融入的美国 留学生们利用自己的创意 创造出了哪些简单一作 营养好吃 同时又经济实惠的料理呢 我们走访了美国各个大学 看看留学生们到底都在试些什么 今天来到了美国马里兰大学 巴尔蒂摩郡的分校 雨萍可以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的 我叫张雨萍 我在UMBC读计算机科学 现在是年生第二年 我来自武汉 那在这几年留学生活中 你遇到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准备一天的饭菜 因为学校的饭菜比较贵 而且不是很合口味 所以如果在短时间内准备合口的一天的饭菜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你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一道你的哪首菜 是什么呢 我今天要做一道红烧肉 主要就是把五花肉土豆和鸡蛋在一起煮 这道菜很简单 做起来很快 吃饭的时候把菜放在饭上 在微博炉里转一下也很方便 听起来不错 那带我们一起去看看 菜 肉啊什么的 这个差不多就两百吧 我觉得两百真的够了 如果说你整天都自己做饭吃的话 真的够了 我们今天采购的地点 是当地一家韩国人开设的超市 所需要的材料是土豆 五花肉和鸡蛋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盖上锅盖焖煮一下 几分钟之后 加入土豆丁与鸡蛋 然后再加水与盐 一起红烧 大约再煮个20分钟左右 就煮到差不多这些收汁 就差不多好了 现在这道鸡蛋土豆红烧肉 已经完成 总共花费的时间 大约一个小时 张雨萍说 这一锅可以吃四顿 而剩下的材料 足够再烹煮一次 所以平均每餐不到两块美元 可以说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而且营养与美味兼顾 这位张雨萍同学 是不是非常会精打细算呢 鸡蛋土豆红烧肉 你有吃过牛肉炒面包这道菜吗 没错 这也是来自一位 中国留学生的创意 他的这道发明 不但解决了他吃的问题 还满足了他女朋友的胃口 这位同学是谁呢 就是正在我身后打网球的洛俊 洛俊你好 可以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的 大家好 我叫洛俊 90年生的 然后来自南京 来美国已经五年了 在GW读的是本书联读的 Computer Science和Econ的两个专业 你刚来的时候 有觉得吃饭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吗 刚来的时候其实还行 就是觉得一周 反正前三天吃汉堡 什么东西也没问题 但特别是到了第四天 那真的就是 有点哭爹喊娘的那种感觉 所以后来 后来其实就真的是 发明了一种方法来学做菜 就比如说 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 所以就跟我妈Skype视频 直接就问他妈 我想吃这个 你教我做呗 发明牛肉炒面包 这道菜的心路历程 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个时候就想嘛 打开冰箱 发现全是素的 哎不想吃 然后看着面包 懒得做饭了就 那就在想说 那得有肉啊 然后最便宜的肉 差不多是鸡肉跟牛肉 但鸡肉吃太多了 那就用牛肉做 所以后来就 开始就想说 能不能把这两个东西 放在一起做 洛骏就读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交通便捷 每天可以搭地铁上下学 跟他就读 同一所学校的女朋友 李文 是第一个试吃 这道牛肉炒面包的人 当时因为第一次尝试 所以各种味道 所以就控制的不是很好 所以吃起来还有点奇怪 后来又调整了一下 比如说要加一点糖 因为牛肉放酱油 所以需要加一点糖 然后牛肉炒的时间 要比较长这样 然后所以现在这道菜 就成为我们这个 朋友圈子potluck的必备 牛肉与面包 是这道菜的主要材料 酪菌先将牛肉切成条状 面包切成小块 面包块需要放进烤箱烘烤 让表皮酥脆 而牛肉需要用酱料 先腌一下 根据肉的大小 少量的加一点淀粉 放一部分的老抽 是为了让牛肉上色 到时候的牛肉会更加好看一点 但是老抽因为比较淡 所以同时再加一部分的生抽 那我这个其实用的是绍兴的加饭酒 但是其实平时的话 大概用料酒做就好了 倒一点点料酒 主要是为了去牛肉的腥味 然后当这些东西都已经放进去了以后 就开始用手把它慢慢地搅拌均匀 落菌先加热油锅 将面包放进去翻炒 这个其实稍微地翻一下就好了 就能保证 只要保证了面包里有油就好了 将翻炒完的面包先盛出来 然后开始炒牛肉 首先放一点姜片 稍微地翻炒一下 腌制好的肉夹进来了 依旧是这样翻炒 等肉的颜色变了 就是差不多 肉就已经有差不多七成熟了 烹肉的颜色差不多变得 不是那么的鲜红的时候 就可以加入刚刚烤好的面包 哦 已经好了 由于刚刚肉是用 酱油这些东西腌过的 其实本身已经有了一定的咸味 所以在加盐的时候 就要酌勤少加一些 可以在这时候加一点点的水 加一点糖 为了提高它的鲜味 再翻炒均匀 等鸡精差不多都融化开了以后 就基本上可以起锅了 这样一来 这盘牛肉炒面包就完成了 牛肉炒面包成本同样低廉 耗时约20分钟 可以直接吃 不需要配饭 这个无心插流的创意 应该可以造福很多的留学生 这么快这道菜就出炉了 我们赶紧来品尝一下 嗯 味道嘛 想要知道什么味道吗 自己做来试试看 大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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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世纪的美国有许多的无名英雄 他们为这个世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但因为经常隐身在幕后 所以常被世人所遗忘 乔治·马歇尔将军就是其中一位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经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人 接下来走进美国节目将继续为您来介绍 这位美国陆军第一位五星上将 乔治 马歇尔将军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悉尼 参加过战役的军人要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美国至今唯一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军事将领 就是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中国内战爆发前夕他曾赴华试图调停国共间的紧张关系 今天走进美国将带您走进乔治·马歇尔将军位于维吉尼亚州里斯堡的故居 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位朴实伟人一生不平凡的功绩 1948年12月7日 蒋夫人宋美玲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 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访问 当时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夫人凯瑟琳来到机场接机 离开机场后 宋美玲就直接去了马歇尔将军以及凯瑟琳 位于维吉尼亚州里斯堡的家 超过一甲子的岁月流逝后 当年宋美玲口中那个历史悠久 热情好客的家 如今已经成为乔治·马歇尔国际中心 米黄色墙 红色屋顶的建筑亭立如锡 庭院里绿草如荫 花木扶书 看不出一丝宝经岁月的沧桑 这以前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房子 他们是1943年搬进来的 马歇尔夫人在1942年购买这房子时 马歇尔将军并不在场 这是要当作马歇尔将军退休后 安享晚年的房子 在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眼中 马歇尔将军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人 二战期间 美国最出名的军事将领 包括艾森豪威尔 迈克阿瑟 巴顿都曾经是他的部署 他在1880年出生于兵系法尼亚州的尤宁敦 之后毕业于维吉尼亚军校 在军校时 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 在一次大战期间 他负责训练及作战计划 并且策划了两次主要战役 莫兹阿尔共战役和圣米耶尔战役 奠定了盟军的胜利 而赢得了伟大的组织者的名声 马歇尔将军的故居是一幢18世纪的建筑 一进门廊就可以看到典型美国联邦建筑风格 左右两边分别是餐厅与客厅 客厅里悬挂着蒋夫人宋美玲亲手画的中国画 左上角是蒋介石的亲笔题字 雪村图 夫人画 而厅里的中国家具 则是与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 在中国时期一起购买的 1924年到1927年 马歇尔奉命出任美国第15步兵团团长 任务是保护天津租界 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国的接触 在这期间 他开始学习中文 但是从中国回美后不久 伊丽莎白就因病去世了 1939年9月1号 希特勒入侵波兰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与此同时 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 成为美国陆军最高阶的军人 当时还未卷入战争的美国 陆军仅有不到18万人 488门的机枪与40辆的坦克车 在全世界的陆军排名只有第19位 于是马歇尔开始和平时期的征兵计划 征召超过百万的年轻人 开始练兵 但是这些生力军的任期只有短短的一年 他在1941年9月说服了美国国会延长征召的限期 时间点恰到好处 因为日本突然偷袭了珍珠港 我们有100万的正式军队可以应战 而不是一小撮被认为是和平时期的陆军 马歇尔认为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 原本在美国国内反对加入战争的名义 出现了180度的转变 由于美国的加入 使盟军在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战场 开始出现胜利的曙光 马歇尔将军那时候必须要筹谋战略 他辅佐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一起研制出二战的制胜战略 那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任务 因为一方面希特勒控制了整个欧洲 而另一方面日本轰炸了珍珠港 占领了菲律宾 1943年 马歇尔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以及丘吉尔首相 开始准备反攻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西欧攻击行动 也就是所谓的诺曼迪登陆 他开始大量训练新兵 生产各类武器与军需用品 将美国陆军打造成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 1944年6月6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 来执行这项登陆计划 原因是罗斯福总统希望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 坐镇决策中心 1944年12月 马歇尔将军晋升为五星上将 成为美国陆军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五星上将 在纳粹德国投降前夕的1945年4月12日 罗斯福总统去世 杜鲁门总统接任成为美国第33任的总统 随着二战欧洲战场的结束 杜鲁门下令执行原子弹轰炸日本的任务 当年9月 日本天皇签字投降 二战终于结束 杜鲁门总统之后在马歇尔将军的授勋仪式上这样表示 当我们回头看时 很多美国人认为我们赢得战争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二战期间有很多的胜利并不是注定的 马歇尔将军的战略布局是制胜的关键 1945年11月26日 65岁的马歇尔获准退休 告别军中袍泡泽 他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计划和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一起在这幢房子里安详晚年 但是退休生活才过了十天 杜鲁门总统的电话就打来了 要求他担任赴中国的特使 任务是调停国共之间的内战 他非常努力想要调解双方之间的分歧 但拿工作太困难了 他在1945年12月到中国后 马上进行谈判工作 他倾听各方面的问题 试图在1946年3月达成停货协议 但是当他回到美国 希望国会提供资金帮助中国时 停火协议破局了 这里就是客房 被称为蒋夫人房 当年宋美玲来这里做客时 就是住在这个房间 这也是整间房子里最大的房间 而马歇尔将军的房间 则是整间屋子里最小的一间 里面除了床铺 最主要的家具就是带镜子的五斗厨 而地上铺的则是宋美玲赠送的 就有马歇尔将军中文名字的地毯 马歇尔将军与夫人凯瑟琳分房而睡 在凯瑟琳的房间内 床上放着的旗袍 则是当年凯瑟琳穿过的 很像其他的住宅博物馆 我们90%的展品都是远选物件 调停任务失败后 马歇尔将军回到美国 准备与妻子凯瑟琳 过他们渴望已久的退休生活 然而杜鲁门总统在此时 任命马歇尔将军为美国的国务卿 马歇尔上任后 马上将焦点放在战后的欧洲 欧洲人民此时是饥寒交迫 没有没来生火取暖 情形非常严峻 美国当时已经给欧洲人 很多的金钱帮助 但是马歇尔推出了马歇尔计划 或者是欧洲复兴计划 这不光是把钱撒向欧洲 而是美国帮助欧洲国家 一起来振兴他们的经济 1953年 马歇尔将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成为美国唯一一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军人 而自从马歇尔将军在1959年去世以后 这幢房子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已经面目全非 1995年 乔治马歇尔国际中心 买下了这座庄园 并集资86万美元 进行全面的整修 那是个非常冗长 而又费力的过程 但是很多曾受到 马歇尔计划帮助的国家 与个人纷纷出钱出力 他们把这个房子整修一新 并在2005年对外开放 马歇尔将军当年最喜欢贺厨耕作的花园 已然恢复了原貌 走廊上斑驳的长椅 让人联想起当年马歇尔夫妇 在此喝茶小气的时光 在凯瑟琳出版的传记中 马歇尔将军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家 一个在流浪了41年后真正的家 以上是走近美国记者刘恩宁 姓尼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 很多人都会想要去泡温泉 而说到温泉 美国阿肯色州的温泉市 是正统美国温泉域的发源地 这种美国温泉域是一种 有百年历史的水疗方式 在现代医疗不发达的年代 温泉域还是医生处方的医疗方式 接下来走进美国就继续带您去了解一番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姓尼 泡温泉是一件在东方很盛行的养生方式 殊不知早在一百年前的美国 曾经兴起过一股用温泉水治病的热潮 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温泉水 美国联邦政府从跨宝族印第安人手中 买下了阿肯色州温泉市的这片土地 成为了今日美国温泉国家公园 清澈 干纯 带着腾腾热气的净水 由地底泉涌而出 无知无节 水的温度维持在华氏143度 涉氏约62度 富含矿物质可直接饮用 由于这水被人类发现 成就了美国阿肯色州著名的温泉市 这块宝地也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童年读书及成长的家乡 马克布列尔是美国国家公园的园林关 这水来自于4400年前 当年降临在这里东北方的雨水 渗透了层层的岩石 一直深达离地表一个半英里的深度 在那里水被地热加温 水深的离地心越近 地下的温度就越高 地下水蕴含着大量地层中矿物元素 最后在山区西侧 以47条温泉的形式冒出 每天流量70万到80万加仑 盛传还有致病的功能 为了让所有人都能使用到泉水 美国联邦政府由跨宝族印第安人手中 买下了这片土地 成为今日的美国温泉国家公园 它是美国最小且唯一位于市区的国家公园 从1832年开始 这里就是国家温泉保留区 因为泉水的医疗效果出了名 数以百万计的人 因为健康因素到这里来泡温泉 以及饮用温泉水 医生也为病人开温泉疗法的处方 一待就是三个星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 是美国温泉域的黄金时期 每年数十万的人来到这里泡温泉 接引温泉水的公共浴室不断出现 于是温泉浴室街就成为了 温泉国家公园内最著名的地标 它是由八间建造于1892年到1923年间的 温泉浴室所组成 目前只剩两家还在经营温泉域 建于1915年的福代斯温泉浴室 目前是国家公园访客中心 也是博物馆 福代斯是当年这条街上最豪华的浴室 他的创办人山姆福代斯是一位富豪 也曾经是一位重症患者 被数位名医告知来日无多 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这里泡温泉 1870年他被担架抬来这里 在医生看诊后开始泡温泉 他一直活到1919年 享年79岁 尽管如此 国家公园管理局并不为温泉的治疗效果背书 那么在一百年前 这个经由医生研究而设定流程的 正统美国温泉浴是怎么回事呢 流程的第一步就是进入浴盆泡温泉水 浴室采南与分浴 浴室区都有单独的隔间 内有个人的浴盆及服务人员 泡温泉水的阶段大约持续20分钟 接下来是蒸汽浴 人坐在蒸汽箱中只有头露出来 里面温度高达华氏140度 历时约5分钟 坐浴是治疗人的下背部疼痛 人坐在坐浴盆中10分钟 经历热水阶段后 再进入冷水的淋浴间淋浴 环绕式的喷头 向你全身喷洒冷却后的温泉水 称为蒸浴 完成这些步骤后 进入用热毛巾包裹身躯的热肤间 挤冷却身体的冷却间休息 整个过程历时约一个小时 巴克史代夫温泉浴室是这条街上 自开张以来完全没有停止应云至今的温泉浴室 巴克史代夫自1912年营运至今 我们如今提供的温泉浴及按摩服务 和我们在当年提供的服务一样 这是我们传统的温泉浴服务 对于真正没钱泡温泉又有病的穷人 这里还有政府经营的免费浴室来解决问题 身无分文的人可以到国家公园办公室内发个试 说你真的没有钱 因为健康因素需要泡温泉就可以了 现代医药在20世纪中开始发达 医生们不再开泡温泉的处方 温泉液开始萎缩 浴室一间一间关门歇业 现在温泉浴室街上空置的浴室 都由国家公园重新整修后再乘租给业者 建筑依旧保持着原来浴室的外观 欧扎克浴室现在已经是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 不管陈列品为何 你依旧可以从地板上的隔间痕迹 联想到它当年辉煌的温泉浴历史 重新开张的跨宝温泉浴室 有这里第一座新型美观的男女温泉浴池 出资人之一的哈勃 年轻时就是这里的常客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这里 变成为一个很亲近的地方 让客人觉得受欢迎 摆脱这个地区传统美国温泉浴的刻板印象 温泉液是否会在美国重振旗鼓 再先高潮呢 厌倦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忙碌和压抑 在这清澈温暖的自然泉水中 既可以放松心情又能调节生理 的确是一种很好的释放和休憩 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 信尼 发自阿肯色州的报道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樊江明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经济 全新打造 为信为实 新闻天真 美国之音VOA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节目最后一起来看看杨玲和Mike 在办公室又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情 顺便一起来学习轻松的美语 主持人物 对面好 好 太多了 好 好 这就是新鲜的衣服 谁可以把我机器器做的 材料 真的吗 我的材料不是一个已货币的 好 好,我把一些地方放在这里 Secret Santa是一场公司在这里玩的兴趣 所以大家会叫别人的名字 然后你秘密那些人都在天天 用小费到 Christmas 我们一起坐在一起 然后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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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de recently that's a great tip come up with me I'll be right back excuse me excuse me did anyone buy one of those uh depends are you gonna buy something ummm okay give me one of these okay uh yeah the cutest guy in mandarin service the one that speaks really good mandarin he came in and bought one i know exactly who you're talking about thanks wait you gotta buy something i only answer to paying customers hey what are you rushing off to i think i left my card here last night i'm just making sure that they have it oh okay go on thank you hey did you get it i'm glad you liked it i know pandas are your favorite animal okay well i'll talk to you later bye bye so it's not and coffee stay this is definitely turkish coffee and there's only one person in this office that drinks turkish coffee Rimon gotcha for a second okay morning everyone happy friday that coffee smells really good turkish right this swill don't even bring it up some jerk stole my bag of fresh turkish coffee last night and now i'm stuck drinking decaf oh that really stinks yeah it does but wa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um not particularly just thinking i should drop by and say hi anyways a lot to do um bye hey linn working hard or hardly working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looking for my secret santa like a chicken with his head cut off it's supposed to be the cutest guy in men in service it's not dan no it's not rimon no what can it be there's just nobody else i have you now linn i have you now linn i have you now linn jumpy are we well let me save you some time hey how do you have my script remember you left it on my desk this morning come on jack the jig is up i know you're my secret santa uh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but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i'm mike's secret santa and he's also my producer for the show today thanks for the script wait so mike has a copy of your script too i guess so anyways i'm gonna go mike well played sir well played but not well enough to beat detective linn but cute that's what we call misleading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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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it's time to start guessing who goes first okay you go first yeah i say wanna be yuhye what guilty as charged oh well done well done okay yuenwei who is yours i honestly don't know maybe i should wait until the last whole choice wanna be jack no not me maybe it's ramon guess again oh let me guess okay my secret santa is mike hahaha nice done oh wait what's happening your secret santa was me no way i'm sure mike put the pen down my desk you are correct detective linn but what you didn't plan on was that kevin hired me to be his front man oh okay fine who's gonna go next you know what i got from my secret santa hello kitty stuff yeah and i secretly love i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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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r for me you daibanda isse jeff i need to run a quick errand will you cover for me jeff 我有点儿事很快出去办一下你能帮我看会儿吗 sure thing mei 问题 thanks i will be right back xie xie 我马上就回来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looking for my secret santa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run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忙得像无头的苍蝇 there are twenty people coming to the party tonight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all day 今天晚上的派对会来二十个人 我一整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像只无头的苍蝇 you gotta buy something i only answer the paying customers the jig is up 把戏被拆穿了 the jig is up mike i know you're planning a surprise party for me Mike 别演了 我知道你在为我策划一个惊喜派对 i guess so i better go but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Mike i'm mike's secret santa i make his mom you're mike's i'm mike's i'm mike's secret santa guilty as charged 认罪 did you eat the last piece of cake 你把最后一块蛋糕吃了 guilty as charged 嗯 是我吃的 we're gonna find who's gonna go next Jack should go i didn't gotta go so you're secret santa so who is i know i know i know 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节目组联系 电邮地址是 VOA大家谈at gmail.com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的周末专辑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 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VOA新闻at gmail.com 节目最后提醒您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请准时锁定VOA卫视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